沒有 這個這一次講是對的 其實我們還是以理學檢查為主 比如說因為我們要醫的是 人不是電腦斷層 如果電腦斷層說 他不是那個盲腸眼 可是你手摸非常像 你要不要開刀 還是會建議開刀 像手摸檢查率80% 那20% 像我們面對的大問題是你開進去 如果沒有他不能接受20% 他就會說你誤診 所以我們如果只讓他20%做CT 80%不用做CT 那不是就省了很多CT了嗎 而且只要一張CT的話 是上百張的那個 放射線 X光配的放射線 是致癌的 所以民眾不要動不動 就要求醫生做CT 張醫師其實 剛剛已經把答案講出來 因為有一句非常重要 他說即使做的 快篩做出來是陰性 還是要用藥 對啊 所以那個檢查就是白做的 對 但是父母的堅持之下 我們很勉強 因為不是我們新生態醫師 真的要做我們減少醫療 老實在罵你 我覺得人家要換位置 這跟醫學倫理有關其實 你這樣不行 道德高不高算可以很開心 但你根本是同一對的 我覺得應該這樣 窩裡煩了 多花點時間跟病患做解析 這也我補充一下 其實因為我們身為婦產科 身為小兒科的上游 我是非常體諒 華人目前面對的問題 就是當現在的 不能說恐龍 而是焦慮的父母親 甚至更上一代的人 還有群體焦慮是很大的 這時候更考慮到 你有沒有用心去看病人 用心去 你又被罵 你知道嗎 我舉個例子 我相信你們用心 可是大家現在年輕一代的 我們經歷過一些歷練之後 人一定要經歷婚姻的鍛煉 以及養兒育女 你才知道一些事情 對跟錯之間很難講 你要是說服它 跟讓它瞭解未來的事情 所以你要讓它知道 下一步如果你應該怎麼做 才是最正確的 但這個要花一點心思 你看 長相要端正 這樣 聲音痛掉 要讓它能夠得到幸福 你看那個鄭教授送醫師 前面這一排聲音痛掉都是很好 第三個 講話的時候必須要寒情摸 不是 要一點那個 要關心他的這個看著他 其實這個態度會不一樣 還有你的Persway 就是你的說服度 其實要很肯定 其實你們對面今天要 這個節目是有點很 要瞧起我們的戰爭 其實我們兩個都算很靠近 因為我看了一下 我才比江振俊多兩年而已 其實寶仁哥很想說服 你看看起來多十年 不是 都沒有一個緩暴年齡 有沒有緩暴那個 沒有沒有 好 我跟你講 寶仁哥講這麼久 只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你婚姻可能不幸福 第二個是 講笑 沒有了 講笑 要這麼吹 但是我要講的是 我們講更年輕一代的人 因為我跟你講 我這個年代我是看我的老師 我永遠都記得 我六年級的時候 我跟一個知名的心臟那一 外科大教授 我們去巡訪 那時候真的像日本醫隆一樣 我下面跟著 然後教授可哀可見的 跟病人打招呼 然後一邊打招呼 他就把他的脈 我那時候也只是握他的手 突然他就很委婉的說 CPR 我說突然怎麼是 為什麼突然CPR 病人還跟他講話 因為他的VT 就是心率的突然不整 全部的人跳上去就開始急救 急救就回來 結果不到兩分鐘 從此又覺得 心臟外科真的太強 也太恐怖 所以我就決定不走心臟外科 但是那個年代的一個經驗知識 從用手就可以達到 其實到我們後來有更多工具 我當然覺得需要 可是我現在更擔心的是 我們看那一代 所以我們會知道 理學檢查很重要 你們看我們覺得 理學檢查一點點重要 但是科學證據更重要 所以你們科學證據 已經影像檢查應用很多 你有沒有想過 再比你晚十年了 他們看到的是會修剪更多 因為我現在看到的是學生 學生看我老師 他都一來就是做電腦斷層 因為我們經歷過 老師先做理學檢查 再做電腦斷層 我們看看的邏輯 所以今天這個兩代之間 其實是我們要糾正你 才能去教養下一代 要很用心看病人 沒有錯 可是有時候遇到一些 有些資深的醫師 很用心看病人 可是他真的 看不懂那個是什麼 自身 我要先講 跳回來 等一下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像剛剛保安哥講的 很重要理學檢查很重要 我非常贊成那個 蔣醫師講的 像我們現在 我沒有講 現在醫學尖鋒的年輕醫師 就是要融會貫通 要做理學檢查 要會懂新的儀器 但是現在資深的醫師 再做醫師一定沒有 但某一些資深醫師 他的醫學知識 可能沒有辦法與實俱進 像我以前 就跟保安哥一樣 我當實習射的時候 有一位非常厲害的心臟科教授 他的聽診是 我們整家醫院有名的 他用聽心臟 他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個病人 他的心臟超音波 他這個心臟 心射出率 就是這個心臟的功能 是百分之多少 他用聽的就知道 然後說你去翻一翻 他的報告是不是多少 通常他說 心射出率百分之三十五 就是三十五 或者三十六 三十七 就差一二而已 所以他都跟我們講說 心臟超音波根本不需要 那個報告只是用來 印證我個人的看法 那時候我們看到這種聲音 我真的是覺得 心臟科醫生實在太強了 居然一個聽診器 可以聽出這麼多東西 可是問題是 就算這麼厲害的 教授及醫師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 沒有辦法靠聽診診 比方說他有一個病人 就是心率不整 然後心臟衰竭住院 結果有一天無緣故 就在病房就CPR了 CPR然後就插管 然後就送家戶病房 有救回來 那這位教授就帶著我們又去 然後到家戶病房去巡訪 他就看他的頸靜脈 幹嘛幹嘛聽一聽 他說這個病人很有可能是 那我們就來做心電圖跟抽血 他還是要用一些基本檢查 結果這個心電圖還好 然後那個心肌痕 他效果輕微升高 也是心臟衰竭 就不像心肌梗 沒有人敢反駁他 他就這樣放著 可是到那天晚上 有一個值班的住院醫師 他心臟科總醫師 很聰明 他看這個病人插管 覺得為什麼他打氣 那個呼吸器 氧氣拉不起來 氣打不進去 他說這個人肺部有問題 就很當機亂 也不問教授 就送去做電腦斷層 一切肺部電腦斷層 急性的 所以說像這種狀況的話 雖然老教授很認真看病人 但是不靠這種進步的儀器 沒有辦法對不對 所以說有時候 年輕的醫生 還是有年輕醫生 厲害的 這個老教授一直都表現很好 偶然有一個例外 這個時候需要CT 你剛剛有說話 有時候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 還是不用CT 我舉一個例子 當初我是一個 我也曾經吃過這個虧 我那時候還是個年少輕狂 年幼無知的小醫師的時候 那時候住院醫師 然後守在急診室 但急診室最怕的是 那個病人就收不上去 一直累積在那個病 那個會出狀況 所以要趕快收上 可是常常會在哪邊delay 都是會診那個放射科 有沒有 我們所有的acute abdomen 一個急性腹痛送來 都先送內科 內科就先抽血 那些很快出來 可是每個人都要 會診那個總醫師 來做超音波 做電腦斷層 那一天也是一樣 我是住院醫師 那時候門診間 就一直急性腹痛 一直急性腹痛送進來 那送進來就塞滿了 那個主治醫師就出來說 洪醫師你在搞什麼 病人這麼多 萬一一個cpr怎麼辦 那我就說再等 我說放射科塞車 他說靠放射科嗎 你的手就是超音波神手 他就從病例拿來 就第一床 這個有可能是急性盲場 送到外科 這個 這個只是便秘 開個藥讓它回去 這個是腎結石 送到泌尿外科 這個就這樣 全部都收上去 我說一半突然 空掉了一大半 我就這麼佩服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是真的嗎 那搞不好是霧疹 所以我大概兩天之後 就上去一一幫他 丟上去了去檢查 那個全部幾乎都中 只有一個霧疹 一個霧疹 我就很高興 這個老教授也沒什麼 大了不起 他那個叫做聖結石那個 聖結石他們做了超音波 做了泌尿道顯影 攝影 都沒有看到石頭 那我就直接 我就說這個霧疹 我去問一下病人 病人說 洪醫師 就是我那一天 放出來小便的時候 解出一顆小石頭 鄭重就改善了 這個放射科神手 比那個放射科來得更厲害 我就很好奇 我就問那個老教授說 教授你如何鍛鍊這一手 練就這一身的神奇功力 他說吃的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他說因為我們軍醫系統 其實他支援外島 還有支援非洲友邦國家 你有沒有想過 有一天你離開了放射科 離開了那些電腦斷層 你還有功能嗎 你知道 但在那邊你可能還要接生 雖然我是個腎臟科醫師 你可能還是要 我也縫那些基本的 所以這個我常想 以前我們下部隊的時候 常跟一個中醫師一起下部隊 那到野外什麼都沒有 然後西醫師好像 不知道要做什麼 中醫師還會針灸 比如說病人在酸痛什麼 我都覺得我好無能 那我在想說 所以基本功真的要鍛鍊 那我那一天後來 我就跟我同學講 現在年輕的一輩 像那個理學檢查 都不怎麼練就 他們實在太依賴那些 他說不會 你剛剛那個叫 超音波神手 我有一個超音波神手 只要是 他講說大家就相視而笑 覺得說 我在想說為什麼 我們這一代真的是吃了苦 對面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打過病例 用那個 打自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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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過病例 我們修正 我們修正那個非常好 我們是打錯一個字 好辛苦 整面要重打 對 那對面你們在那個 你們都是那個 Present的時候 是不是都用那個PowerPoint 對 你們有沒有去買過那個 換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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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都有錢 照一張照錯一張就要一筆錢 然後還去那邊洗照片 那邊給我一張椅子 你看我們都 能夠會有老的一天 就是各位前輩 就是那個理學檢查技術 越來越打到巔峰的時候 但等到巔峰 就是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在這裏 請idas 地傘 就不用了 我們應該